我们行政院的相关的部会 对社区大学的成就 不但高度的肯定 而且对未来的发展 制度的创新 跟提升它的普及跟效率 我们都充满信心 美国七十年 我把南投县当的现场 七十一年 我随着南投县 现立文化中心的落成 当时是全国县市的文化中心 第一所落成的 启用之后 我立刻就成立老人大学 当时的想法 就是要创设一个终身学习的环境 后来八年后 我到高雄去担任市场 我也同样办了终身学习的 老人大学 妇女大学 我想这个跟八十七年 我们正式成立台湾第一所社区大学 其实都是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 在一个没有围墙 没有年龄限制 终身学习的环境当中 让每一个人 能够不断地充实 在充实中 觉得生活的美妙 然后可以结识很多好的朋友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社区大学 的确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志愿 所以我相信 当大家都觉得终身学习 社区大学很有贡献 值得投注更多的行李 来经营这个很有意义的领域 我想不分政府 或者国会 乃至于地方政府 地方议会 大家同心协力 我们台湾的社区大学的发展 一定会更长成功 在这里祝福 我们所有同路这项工作的 民间以及政府的同仁 特别表达高度的愤怒 祝大家健康愉快 终身学习成功 谢谢